要磨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親子理財 今天就是單元二 我們的 topic 父母如何提升理財知識 除了有我啤梨之外 還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她就是青姐胡曼青 大家好 青姐 今次第二集 我們要講父母如何提升理財知識 我想問 其實在你的角度 是不是不單止父母 父母與子女其實都不應該差別很大 尤其是在價值觀的範疇方面 我們之前那一集講過 就是要訓練你自己本身 對於物欲的追求要控制一下 還有要有一種延遲消費的概念 是令自己解決了 或者是掃除了一種衝動消費的習慣 漏集 還有始終我們上一集 都要留在今集才講 無論父母還是子女 都應該分清楚 究竟哪些是你想要的 還是哪些是需要的 是呀 父母也是 你每樣想買的時候 你當然是說需要的 原來你家裡已經有的 你又買 未爛的就去換 父母就聰明了 你可以罵子女 但你通常不會罵自己 我們有口罵人 無口罵自己 我看到有些父母家長 我去朋友家裡 即是我爸爸 我看到他們有這麼多模型 這些模型是你的兒子嗎 不是啊 是我的 買這麼多這些做什麼 小時候 你好像在說我家裡 其實是這樣 我家裡的大兒子是這樣的 小時候沒有錢買這些玩具 就大過買 很多男人現在是這樣的 對呀 男人的浪漫 誰只是那隻火爛飯 那你見到這些 你又覺得這樣可以嗎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 他應該都在比較大的生活壓力之中 是有些減壓的空間 每個人都有些嗜好 最重要是不要沉迷 因為換物雖然你說會喪志 過度的 吃得太多飯你都會飽 但是換物也可以養志 培養到你對於那個範疇熟悉程度 譬如我另外一半 近期都有一個展覽 是講高達的 從小到大都喜歡高達 兒子又喜歡 他們分得很清楚哪隻是打哪隻的 什麼MXMAP78 你知道我連渣古和紅睡星都不分得清楚 我覺得那兩隻很像樣子 不過一隻紅一隻綠 是不簡單的 渣古我知道 紅睡星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他們正常的嗜好 我覺得是對生活的一點點的調制 我們不會說 存錢存到人生沒有樂趣 只會存錢 等於我們出去讀書 很多朋友 很多司禮師妹 其實很有趣的 我看到他們在宿舍 屁股經常黏著椅子 就在那裡讀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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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出去外國讀書 你是需要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 擺出來 欣賞一下其他地方的風土人情 以及各地的文化 不只是讀書又讀書 不如在香港讀 即是你那些師弟師妹是外國的 是啊在英國的時候 我們曾經見過 因為他們為了省錢 以前連一餐出去唐人餐館的飯 他們都不捨得出去吃 打電話回香港更加勉勞 因為三十年前 是一磅打了一分鐘 很貴的 很快一分鐘就慘 一磅很重 他們讀完書就回香港 別人問他 那你英國去哪裏 沒有 因為他們很急著讀書讀書 回去工作 但是中間錯過了很多 出去結識朋友 以及去欣賞周圍事物的機會 在我們身邊其實還有很多事物 而且我覺得好像剛剛講到理財的態度 其實不等於說你喜歡儲物或喜歡砌模型 都是一種浪費金錢的方法 只要不要過度 適量的平衡都可以 我絕對不反對 因為兒子去砌Legos 大鐵人 他剛剛才砌完一隻 Captain Marvel的飛船 哇 動不動嗎 動不動 動不動 放在那裡也很漂亮 他們其實喜歡放在那裡 他們不會拿東西搖來搖去 他滴滴來 買了一隻Iron Man 手動到 燈開到 鎖匙扣 已經很開心 很開心 如果喜歡這些東西的人 是非常開心 很開心 而且現在鋪天蓋地 你有話題 有時候你跟朋友的話題 可能就是來自小時候看什麼卡通 或者去玩什麼figure 我覺得不要過度 而且你當然不會把你一份糧 拿出來 你每個月都撥開一塊錢 拿來做自己嗜好調劑 就等於我們女孩子 喜歡買衣服買鞋 好天又買鞋 下雨又買鞋 又不是家裡沒有鞋子穿 即是你開放給他玩高達 他又開放給你買鞋 我們很開放 國家要開放 家裡也要開放 但資源是有限的 我們要明白的 慾望是無限的 對 你有什麼嗜好 你剛才說的東西 令我想起自己 我跟很多男生有點不同 我不喜歡這些東西 我知道你喜歡草帽 草帽 草帽、草衣服都有 還有那些什麼 你買回來不是穿的 是買來草的 你都很高境界 以前是 我現在不了 我現在穿了 但我跟上次分享過 原來放得很久 有空 那些 慢慢減少 我是比較喜歡貪美的 新鞋買回來 原來不穿都會脫底 現在想 好慘 我跟你很有同感 我試過了 變成有鴨仔 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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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這麼疼你 你敢對我 我這麼少穿你 你可難給我看 一穿就難 原來鞋子要穿 衣服要穿 越穿 他還保持好 你不穿更糟 當然 這些衣服穿得太多 也會殘 所以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這些洗費 我們因應自己每個月的收入 同同自己頭串有多少 我們自己的平衡 儲了多少錢去衡量 因為人有我有在消費主義的市場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我們不要追求人有我有 有時人的唐衣可能是你的毒藥 每個人都有自己本身的角色 我老公另一半就不喜歡怎樣買衣服 他可能是那批衣服 上班又另外一批衣服 他只是穿爛才買的 我那批朋友都是這樣的 他們就跟我很相反的 他又不會花很多錢買衣服 所以其實你只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就花費 不過我想問你 青姐 這些叫做興趣或者自己喜歡的 那些叫做想要 不是叫做需要 想要的東西 因為你家裡沒有一個模型會開不了飯嗎?不會的 我們要不需要設定了有多少成是做這些事 要 要將你需要的和想要的列出一個清單 列出清單 就不要見到才知道 哎呀這個我都好像挺想要的 那這樣就失去了預算 衝動消費就會不懂節制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分不清什麼叫想要什麼需要 因為我們所有東西都好像變成需要 那你就給我試過 我沒有買Figure的習慣 但我有買衣服 我喜歡買衣服 我今天都很KIMCHI的 其實很漂亮 我又是韓國的 一齊 穿這件這麼多就穿完了 基本上你給自己24小時或者48小時 看看你還是不覺得很想要 那想要的就放在那裡 那你存夠錢就去買 但是譬如說我知道自己有一定的收入 例如我有10元的收入 其實需不需要養成一個習慣的父母 他們就分清楚這些錢怎麼用 其實上一集說過的 錢分三份的 就是saving spending sharing 就是儲蓄消費和分享 你分了幾份之後 你有些必需的消費 譬如供樓、養車、交租 甚至是交學費那類 那你開每個月一定要洗那塊 有些要保險、開支 基本衣食住行都要的 那剩下的有多少 你看一下剩下的有多少 如果已經鎖剩無幾 你不要去想那麼多 Figure 其實老實實告訴你 就算是一些鐵那些都是會 七合金 七合金那些都是一路會有出的 什麼叫有出 一定有出產的 其實繼續會做的 告訴你什麼limited edition 限量版、賣斷時那些 那些簡直是marketing的手法 我試過很多次 波鞋又說限量版 然後它又復刻版 那些樣子 所以好像有些歌手也是 又說退出又再出 退完出又再出 退出很多次 所以其實不用怕沒有 每次都是金曲演唱會 對 重複 一個正確的消費心態 是要人人都要建立的 其實老實說 我也是繼續建立的 剛才青姐說 大家寫下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想要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引導 跟我們的家長 父母和子女 最大的分別是一個有收入 一個沒有收入 子女的收入 也就是父母的收入 有一部份 而我們如果父母的話 每個月我們把收入 都一目相承 和剛才說的一樣 扣除了我們必須的支出 很多時候你存錢 我們就是說收入回來 洗淨的就是儲存的部分 洗淨才想儲存 不行的 我發覺是儲不到的 我發覺 我們不如調一調方便 收入減支出等於儲存 是不是 不如這樣 把收入減支出等於支出 你把加減數和答案調一調位置 整件事的世界不同了 你把整份收入 扣除了每個月所需要的儲存 就算我賺一萬元 我儲存一千元 我如果賺兩萬元 我儲存兩千元 你說我已經儲存公積金 強積金 強迫我積金 你多多少少 你說五百元也好 一千元也好 一人而二 有些朋友可能真的 上有高堂 下有小朋友 每個月儲不到多少 多多少少 都叫做建立一個習慣 儲存一元也是儲存 總之你把收入減到500元也好 一元也好 800元也好 一千元也好 你定額去儲存 日子有功 只要你捱到十二個月 你就有一筆寧存整庫了 自製的寧存整庫 現在反正放在銀行也沒什麼出息 存在就放在銀行 放開一個戶口 另外開一個戶口 你儲存到差不多一筆錢 你不移動它 它變成不定期 頭一年怎麼算是定期 但是過了一年之後 你已經有個幾好的基本金 那儲存一下儲存一下 這樣才儲存到錢 我發覺 你如果花剩下 才儲存收入減支出 等於儲存 收入減支出 永遠都是負數 突然好像被你開了我的竅 突然覺得自己 設定了一個儲存的機制 長期逼自己拔下去 而且這樣會幫到你 變相反過來 建立一個正確的消費心態 哎呀我這個要儲存錢 那還是不要賣字 下個月 你講這件事 其實很顯現到 香港大部分的香港人 是反過來的 哎呀出新手機 我又要買新手機了 通常呢 我的另一半 是比較儲錢 比我的 他都會這樣說 這句 出了 新手機 那 他說完就算了 說完算 是啊 那就恨一下 恨一會 當然沒有那件事 你會冷卻 熱情是會冷卻的 只要他對我熱情不冷卻 就可以了 那不是每個人做得到 像你這樣 這樣 這樣保持著 因為剛才我們說了 收入 你扣除了一筆 你自己預算 需要儲存的 少少都好 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有一套 溫固之身 小學兒童那些 學校問答比賽 就有一間銀行 是贊助的 我記得那首歌 我到今時今日都還記得 小莫小於水滴 漸成大海旺陽 細莫細於沙粒 漸成大地四方 那隻龜貝銀行 我免得唱出來 我的歌聲一般 一定在你面前唱歌 班門弄虎 我第一次聽你唱歌 令我覺得好像搖兩三月 很擾亂的情緒 很專心 他都是搖搖聲的 怎樣也好 那塊儲蓄有什麼用 儲蓄是你一筆 將來用來再進一步 錢穩錢累積資本的本金 那筆錢是留給你將來 用來理財和投資的 先先還債 那些卡數先清掉 我想問一問清姐插句咀 關於卡數方面 是否最好每個月都清 最好 因為息率可以很高 盡清 我都盡量清 自動轉帳就實清 對 沒問題 對 如果你可以 對 做得到的話 那裡省了一筆利息支出 其實都省了等於賺了 這樣的時勢 是是是 OK 那就是說我們要清卡數 我們要儲錢 盡量不要持交卡數 罰得很金 是 罰得很用的 我們有時候還是努力 要多工作 忘記了 沒有辦法 我可能是很老正的 我設定了自動轉帳 就好 好 令銀行經常沒錢 還是自動轉帳 你的另一半真是幸福 嫁得這麼好的 我們上一集說到 我們小朋友第一個老師就是我們 我們以身作則做了一個榜樣 對於小朋友來說 都是可以做到一個挺好的Role Model 或者叫做我們上個星期 之前那集說到 將零用錢的主導權給小朋友 其實我們都是主導我們自己的零用錢 可以從我們自己的消費習慣態度裡面 去觀察自己 自我去審查 或者做一個自我的反思 現在講自我審查四個字 自我反思 做一些Reckoning 看看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我真的有些過分不懂節制 見到牛仔褲 我總是覺得自己的腳很漂亮 見到牛仔褲我又買 覺得自己的腳很漂亮 見到鞋我又去買 毛指徑我又頭到腳 這些就是買不買得起 不是買不買的唯一理由 你不停地洗腦洗腦洗腦 告訴車買不買得起 不是買不買的唯一理由 買得起不一定要買 是 不斷不斷說 就會令到自己的支出 用得其所 剛才你一直所說 都是關於一些消費 其實消費態度的正確 其實都是對人格的發展 一個健全性 很有幫助 我相信子女看到 父母有這樣的行為 潛移物化 都會很深刻的影響 那我想問 我省 譬如我已經洗得洗 所有消費都不是亂來 又有適當的平衡 但我不介意你 偶爾煩一些常人都會煩的惡集 我們不是完美的人 即是無宣 扔錢買一些很喜歡的東西 因為你很喜歡 我感覺到 你都會哄自己 有時哄自己開心 那儲存這些錢怎麼用 還有我們設計一下經濟 如果每天存到一筆錢 投資理財 譬如如果銀行的利息吸引 你就早點定期 如果銀行的利息很低 好像近十年八載 那你看看有沒有一些 給銀子沒有引得這麼快的資產 如果磚頭 我覺得可能是太高層次 level太高 如果銀行買一些 譬如一些公用類別的股份 派息比較穩定的 從生活去觀察 煤氣、電 你都有用的 他派息不錯 做他股東也不錯 反正我用他的服務 我多窮都會交煤氣費 否則哪有熱水洗澡 多窮都要開燈 這些基本消費 人人都是這樣做的 難怪他派息派得這麼好 還有這麼穩定 那我就做一下這些 上市公司的股東 他賺到錢 即是我賺到錢 因為他派息給我 那幫保一下 日常洗費也值得 是不是這樣想 我們從生活去觀察 究竟市場裏面 有哪些服務 有哪些產品 是市場必須的 還有他對股東很好 他的企業管治是你有信心的 這些都是百年老店 從這個比較基本的做起 你就不要去胡亂聽電話 因為外面 我覺得市場的資金太氾濫 印銀錢印得太厲害 有很多人怪力亂神 每個人都想吸你的錢 你來吧 你來吧 發財賣變 尤其是錢不多 你更加要小心 不要聽人說那麼多 逐少逐少 如果可以大塊一點的錢 到時考慮分散投資 如果不夠錢 你就先做儲蓄 開始有多一點 你買一些穩陣到備 千萬不要想著 但是旁邊的股票升得快 人家旁邊飯香 旁邊飯香 但是你吃就很容易香 哇 剛剛聽清姐一邊說 真的覺得 貌室 盾開 現在真的覺得 要控制到 不要讓旁邊引到自己的貪念 要清楚自己的方向 作為家長 活到老 學到老 但是我又想問 家長 就算我真的聽清姐說 不會讓人引誘我 但是我很清晰 又不是貪念 腳踏實地 還有什麼要做呢 要不要說資產怎樣增值 資產 增值保值 其實我們香港人 大部分財富 都是放在層樓那裡 我們始終太多相信 安居才可以落業 但是近年樓價 實際跟我們生活 太脫節了 如果你不介意 跟爸爸媽媽媽住 我建議盡量跟爸爸媽媽住 我的朋友 只能把層樓租給人 回去貼上父母 又可以吃又可以住 間中又有湯 真的開心到避 一家人又見多些 真的 很難得 而事實上 我們人生不同的階段 有財富累積 我們日後 會往後跟大家說一下 不同的階段 究竟應該關注哪些會高些 譬如 結婚前和婚後 都會有兩種不同的態度 還有在財富累積方面 都有不同的考慮 還有風險的顧及方面 但是如果我們怎樣秤一下自己 我們上一集教到 小朋友你教他 看看有多少零用錢 看看他買了什麼吃 有多少錢 其實大人更加要做得高層次 我們看不同的上市公司 其實他們的財務報表都是一樣的 都是有資產負債表 有選益表 還有現金流量表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當自己是一間企業公司 你每個月有沒有幫自己 或者每一天幫自己做一個 收支平衡表 選益表 你每個月有這麼多收入 例如做討論 做show 政績 或者出碟 周邊寫東西 都有些錢收入回來 你加上收入 然後看看那個月的支出 衣食住行 吃喝換落八樣東西 或者有些突發的支出 例如抄牌 大家的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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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二 三八二 四八八 四八八 儘量避免被人抄牌 基本上你把各樣的收入加起來 減掉你的吃喝換落 衣食住行 有沒有正數 有正數我就恭喜你 因為那塊正數 原來真的是儲蓄的一部分 你計算完 原來那幾個月 原來每個月都有少許正數 不要買無人物品 這樣就可以了 不如每個月設定了大約是多少錢 你就扣起來儲蓄 這樣你就計算到自己大約 可以容許自己儲蓄多少 不是喪草的 儲蓄都要用的 然後如果你的負數 即是每個月收入加起來 減了衣食住行喝換落之後 你看看哪一部分 搞到你變了負數 可能都是學會換落 自己要節制 這樣就會調節到自己 在收支平衡方面 會重新建立一個比較正確的表現 資產負債表 你自己有多少樓 有多少車 全部寫出來 然後負債 全部都是供的 香港人什麼都供的 你看看你的負債 是不是更高於你的資產 如果真的在你每個月的支出 即是衣食住行那部分的支出 以及這些必需要的開支 真的不夠蓋 那你可能要減一減自己 譬如你本來兩個車就減一價 你本來有幾層樓的 但你又不租給別人 想想有沒有租給別人 有些比較穩定的收入也好 再不是在買一層樓 所以這些都是你自己 需要考慮各個不同的 爸爸媽媽大人成人 自身需要留意的 常犯的錯誤 其實還有一個 剛才我們說 有些人先消費 先後儲蓄 不如先儲蓄後消費 改一改 因為先消費後儲蓄 很容易令到你人生目標 亂了一陣腳 失了預算 亂了一陣腳 可能有時候進修也會延遲 想讀多一個讀書 增值一下自己 或者想結婚 想生小朋友 可能就是因為你 每天先消費後儲蓄這個習慣 不扭證過來 延遲了你很多人生的計劃 或者甚至 我又很利性消費 買東西都是每個月分期付款 不過你留意一下自己每個月分期付款的支出是多少 你買一部電視又分期 買一部電腦又分期 手機又分期 你全個人都在分期 車又分期 原來加上分期付款每個月要支出的錢 已經佔了你收入的大半 你去哪裏找錢來存 分期付款的模式 都是助長你衝動消費的 知不知 這個就行了 跟他搞免息分期 現在很流行 什麼都免息 免息是不是免繳 對 銀行每天打電話問你借不借錢 為什麼 問他 為什麼經常問我是不是知道我窮 知道你有錢 銀行對那些有錢人是會客氣的 你越窮越不借錢給你 沒有可能 一定知道 很多的 我已經去到什麼電話都不聽 就是自己老婆的電話都不聽 都覺得想著叫我借錢 電話的零星是一種婦女 有時候 所以你會留意得到 銀行叫你借錢 那是不是先不用還 我問過一句 是不是不用還 是不是很差 不是的 就是不懂 但是聽清澈這樣說 剛才你說的那些名單 你究竟有多少收入 多少支出 這是第一 第二你說資產負債有多少 看似很容易 或者很多人都不懂 或者像我這樣 聽我們說 從今天開始做 請一請自己 真的沒有做過 看看自己夠不夠請 我很害怕 不是很敢面對 然後要身體檢查 這個也是幫你的荷包做的體檢 對 真的是體檢來的 出現後 其實又清晰了 對 你知道自己 原來每個月 花費這麼多 飲食吃 朋友多沒辦法 但是 節制一點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人 是不喜歡做身體檢查 不想知道 我是其中一個 很多人都是 但我覺得原來有需要 知道自己的生活習慣 應該有什麼改善 譬如我的血壓 上去下壓 開始可以有些研究 雖然 bill 甚至飲食方面 要 essen一點 那個情況就等於我們的財富 這裡原來平常吃飯 會有多了 買東西又多了 你會用多後 其實你想一下人生是怎樣最需要的 如果你令自己的錢用得著 有些錢剩下 或者將來有些安全的話 其實是需要這樣期待 我覺得曾經有富豪 有富二代 就說你不去日本就被人罵回頭 因為那句忠谷 由這位富二代出 始終說服你不夠 但我覺得自己衡量自己的需要 因為我不需要每年都像指定動作一樣 要去看櫻花 看完櫻花又看楓葉 然後又說要去滑雪 其實你要玩一年四季都很多機會給你玩 陽光與海灘 不過如果自己的財務狀況比較緊緊 那就兩年去一次 我想問一個問題 有很多人經常會說 我都沒有錢 需要理財嗎 對呀 理財不只是有錢還是沒有錢 有時候為什麼你會沒有錢 就是源於你消費的習慣和態度 出現了一些扭曲或者錯誤 如果你一扭轉一下 你會發現自己又有錢償了 所以其實有沒有錢的人都需要理財 第二件事 剛才我們說分期付款 搞到自己每個月公園又分身家 不斷派錢 對呀 還有電子貨幣是令到你對金錢的概念 很容易模糊化 譬如我之前就說親子理財對小朋友 給他嘟巴達通 嘟多少都不知道 你鼓勵他嘟多少 看一看好不好 坐巴士又嘟 坐MTR又嘟 那一輛車究竟是用了多少錢呢 有沒有時候巴達通收錯你呀 收多你呀 你有沒有發現呀 你又不知道 有些地方原來貴一些的 買一瓶水 有些便宜一些的 你又不懂得分 失去了那種格價的本能 如果我們到了長大 父母的了 我們除了嘟巴達通之外 我們還會嘟信用卡 你什麼都是用電子貨幣去付款 你對於金錢的金額概念 就越來越模糊化 我想問你呢 又不做自己的體驗 就更加模糊化 你現在說這件事是關於用電子貨幣 但在我們的年代 即使你沒有錢 你都需要更加小心關注 有一些上一代的人 他們都是這樣 買東西不理價錢 不用剃價錢 這個都是我的人生的夢想 我的是宏願 買東西不用剃價錢 我都想的 我看第一時間看那個牌子 我都想我的錢 花來花去都是面子那一層 你是的 青姐 我都想我是首富 你都接近的 青姐 一手都是貨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以身作則 就會容易傳遞一個比較正確的訊息給小朋友 這個除了做一個榜樣之外 也會幫到自己的荷包 還有子女耳元木掩 他會有樣子學樣子 你給一些好的他學 他就學到好的 如果你買東西也不用看價錢 他也不會看的 是的 還有我們上次說 以金錢量化一切 會容易令到你混淆了一種金錢的價值觀 讓都為你試圖 讓都用錢去衡量 譬如我認識一個男朋友 他家裡有多少身家 好像查了人家責金 他每個月家裡給他多少錢 他說他是富X代 每個月他在基金那裡 會有多少錢下來呢 買得起一個什麼名牌手袋給我呢 你四個月才夠錢 買一個幾十萬的名牌手袋給我 撇你撇你撇你即撇 你真的用錢去衡量 你已經失去了衡量一個人 從什麼角度去盤順思考 他是什麼好人呢 他是否孝順父母呢 他對家庭有沒有承擔呢 譬如他好不好兒子呢 他有沒有不良惡習呢 這些才是真正你衡量人的價值 本質 不是衡量一下每個月他有多少錢用 他有多少錢漏下來給我用 你就是用錢去衡量 才覺得他是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 你如果對於金錢消費的價值觀概念是錯的 你對人也會是這樣的 不能回頭 這件事也要加上自己 加上指引 要自己以身作質做好 令到子女看到不是這樣做的 還有我們說節省得到 是不是就是賺得到呢 我節省就是我的收入 那你是不是賺多了 不是嘛 你節省都是收入的錢 但是你怎樣才能真正賺得到呢 你能夠在省錢之餘 例如你是把那個有用 金錢是資源來的 那你把資源怎樣去妥善運用 再去創造價值 令到這個資源會生長會變大 是呀 那變成一份財富 你節省就節省那個錢出來 當然在以前我們父母 爺媽媽年代 香港經濟是未起飛 香港沒有那麼多機會 他們只是節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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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省節省出來 月餅罐 是呀 那他們都會去公立會 有時候你知道會頭走路 但是他們都會擺益銀行 都要織少成多 但是現在越是多這些投資渠道 財富創造渠道給我們 我們是更加需要衡量一下 哪些是真正可以幫我們創造價值的 哪些純粹是騙局來的 通界都騙局 香港不知為何 特別多電話騙案 受騙的人通常讀很多書 都很聰明那些人 你知道很聰明到有一個是音樂才子 都被騙了幾球 出口琴 這麼厲害 這麼多錢 他不只出口琴就要出乒乓 這麼聰明 這麼多錢被人騙 這麼多錢 但他又沒什麼 有不等於他家裡有錢 我讚他樂觀 不騙被人騙了 玩音樂的人是很樂意的 他迷頭迷到一旁 很多做娛樂界的朋友 我認識一些電視台 他們的圈子就是那裡 他們不是那麼容易認識很多外面的人 結果他們收回來的資料 道聽途說 我試過聽過一個電視台的藝員 真的不要開名 他們從頭到腳 從前到後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是在等位置 結果很多時候可以上網炒股票 聽到的號碼 其實那些是毒蘋果 藝員 攝影師 後面製作 每個人都輸在同一隻股票那裡 我都見過 他們的宣傳很厲害 這個毒蘋果在那個界別 他們就是在其中一個人放毒 現在他們賺錢也不是很容易 很辛苦的 我說我 其他人不知道 也很辛苦的 躲起來就這樣真的很慘 都是要努力的 很難不勞而獲的 就算天后都跳跳跳跳跳跳 嘩 又練舞又練歌 對 唱到聲音都沙漆的 還怕開演唱會中途感冒 很矛盾 又要增值 但又怕是毒蘋果 我怎知道他是不是毒蘋果 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就是 人賺錢 怎樣都不及錢賺錢 來得那麼容易 因為你人賺錢 我給我撲來撲去撲去 大家不斷努力中 每一天給你做盡賺盡 你做多少個小時啊 22個小時 你睡兩小時而已 果然是年輕有為 我都要睡四個小時 你做盡是24小時 22小時 20小時 你賺錢就是這麼多了 錢賺錢 在你睡覺的兩小時 都跟你賺錢 在供電 在供煤氣 在供煤氣 在供煤水 你買他這間公司 你做他的股東 就是他的老闆之一 我睡覺了 你繼續賺錢 這就是錢賺錢的道理所在 所以從投資理財的態度裏面 我們先建立一個正確消費的態度 因為沒有了一個正確消費的概念和金錢價值觀 你很難儲存到這筒金 儲存到一筒金 你再考慮 怎樣才不要輸得金 一定要可以令你這筒金 是更加燦爛 更加可以令到你 好像多了一份收入 那你就慢慢自己去部署 建立 說就容易啊 做就不容易 做就慢慢來吧 但是你剛才所說這麼多東西 我相信 家長要discipline 家長指引 家長指引 家長指引類別 小朋友也都因為這個家長 我相信他成長之後 都會是一個選擇走一條正路的小朋友 怎樣都好 今天的時間就夠 要多謝青姐教我們的家長 怎樣去提升理財知識 Thank you 多謝給你 多謝大家 自在人生大學堂 自在人生大學堂